人生有很多聚散 快乐总是短暂了 能够记录下来真好 自天王寺古董集市结束以后 和朋友去了原来我住的卢元桥 这里有一直想来看望的 经营小饭馆的老阿姨 刚来日本的时候 一居日也不会说 经常来这个饭馆吃饭 老阿姨特别特别的亲切和温柔 给我了很多的温暖 四年没见 我估计政府出来我了 晚上只能吃饭馆齐 小饭馆能吃饭馆 我想咱们吃饭馆 期待呢 来这 puzzles 私人都做我了 不想咱们吃饭馆 我说我了 啊 我以前去集市 甭管多饿 我都回来想吃这个 阿姨七十多岁了 是不是特别漂亮 这边老有很多的街坊邻居 在这里考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可怕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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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我好可怕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说实话我平时真不是一个特别open的人 今天是放开了又唱歌又跳舞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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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